俗话说二十八贴花花啊 过年少不了要贴福字 但是您知道这个福字到底是应该正着贴 还是应该倒着贴吗 这可是有讲究的 咱们先说一说大门上的福字啊 这个福字有迎福那福的含义 并且呢大门是很庄重的地方 讲求对称方正 所以大门上的福字呢 您得正着贴 那么什么地方的福字能倒着贴呢 传统的民俗当中呢 水缸和垃圾桶上的福字可以倒着贴 这两处的东西啊得从里边倒出来 为了避讳呢就把家里的福气倒掉 所以巧用这个道的谐音字 变成来到的道 寓意福到了 还有屋里边的柜子也可以倒着贴 表示福气财气一直都到了家里 那屋里的柜子里 其实呢福字啊 是正着贴还是倒着贴 这还要结合当地的风俗 那不管是正还是反吧 都孕育着千万家庭 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也都包含着每一个普通人 对未来的希望 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 我再次提前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福气满满 五福临门